這不是新聞 這是郭台銘的初體驗 要體驗什麼呢 等會再來告訴你 在今天我們邀請到 總長參選人 郭台銘董事長 董事長你好 阿官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等會要給你體驗什麼呢 就是 在想 鈴聲 我們等會要快問快答 網友提問 只能讓你想5秒 超過5秒就 然後回答不能超過20秒 好 等會要出體驗 快問快答 好 我們現場口吻團 邀請到的是 潔立委 沈副雄 大家好 邀請到大佬 等會要問一些大佬的問題 也邀請到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 吳子佳 郭台銘好 郭董事長大家好 曾經專家 黃石聰 加油 主持人媒體員 黃偉翰 主持人好 郭董事長好 郭台銘朋友大家好 好 當然你今天來這裡 真的是沒有三兩三 不能上我們這個梁山的 然後我們第一個要問題就是 最近很熱的就是 韓國瑜的王小姐 王小姐你知道 韓國瑜有個王小姐 去打麻糬 我是不知道 她是不是真的去打麻糬 但是最近 鬧得沸沸揚揚揚 郭董你會不會哪一天 在參選的過程當中 也跑出一個什麼 李小姐 張小姐 陳小姐 會不會 放心 不會 該跑出來都跑出來過了 沒有新的了 這個不會 不會 不會啊 不會 不然就是那是網黑 如果有的是 就是 就是黑他的啦 就是網黑 紙架一定要講看 郭董年輕的時候是 以前周刊的常客 現在早就已經退隱江湖多年了 就周刊已經不想理他了 早就沒有人 就是沒有什麼好寫了 最近十年好像 都沒有周刊報仇過他了 早就已經退隱江湖了 我想這個 郭董這方面已經不是 我們這個周刊的 或八卦媒體的 他現在還要專心生第五個小孩 對啊 第四個 第四個小孩 你不要給他亂算了 有一個在外面嗎 跟他回告啊 開玩笑的 開玩笑 還要再生啊 這個在溝通中 溝通中嘛 所以老婆不同意嗎 就是 不是 比較辛苦了 真的講確實 確實很辛苦 確實很辛苦 對 還在溝通中 那如果他答應你還要再生啊 快樂 這個台灣這個 這個台灣嫂子的話 應該總統要帶著頭做 帶著頭做 所以 這個身為表帥 身為表帥 不過 郭董 我覺得你生幾個 大家都不是在乎了 因為你生得起嘛 所以你應該後面要補一句 就是說身為總統的責任 就是要讓年輕的一代 就任何一隊 要生多少都要反而處理沒錢 這比較要緊 至於你剛才講說 有多少女人會冒出來 這看每一個人的運氣 你說像說在美國 川普沒問題嗎 克林頓沒問題嗎 Kennedy沒問題嗎 但是有人有問題 有人如果女兒撲出來就死了 Garry Hart Garry Hart 就參加女兒子去購准 西建議 我相信郭董 這百戀金剛絕對沒問題 他的問題不是在女兒 他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我剛剛他的問題 我說給郭董做常客 現在我們台灣有10人要選總統 民進黨 你算過了嗎 算過 九位喔 國民黨有6位 民進黨有2位 不然這個2個都10個 笑聲要做總統 你不要煩惱說這10個 10個的政見都差不多 就是說兩岸不要吵架 然後大家要賺錢 說著賺錢 這10個裡頭只有你賺大錢 其他都說不用說了 所以今天如果阿關開一個保持班 說理財保持班 叫大家來定義 應該生理不錯 什麼生理不錯 明天他這個10個名師 10個名師 這10個要做總統 都是你的老師 不知他的班就完了 那九位 我看到等幾個也沒人登記 誰要去問咖啡發財 誰要去問其他人 所以他一定都要馬上隨我 但是現在我一個納悶的地方 就是說雖然郭董 宣佈要參選的時間比較晚 只有一個多月 但是現在你的聲量也好 支持度也好 像教理說大家要賺錢 一定都要阿和阿來 要跟上你才對 為什麼你還是排名第二 要跟上去有一點吃力 因為我感覺是多數人認為 你賺錢那一步他們對不到 你就說你的高高在上 你的大手鼻的 我們這個小老伙子也鬧板斷 所以他們現在寧可去跟一個 說我們要靠念力 就是說一世人都沒翻身 一世人都沒頭開到 靠那個來這樣 一個鬱子 一個怨氣發洩一下 比較實在 對你也有夢 所以我覺得郭董應該趁這個機會 給大家解釋一下 說如果要賺錢對我 如果只要換彈 對白人沒關係 好啦 來說一下 你們大家對不到 我曾去嘉義 嘉義 前天嘉義 有一個說林聰明 火鍋 魚豆火鍋 他前年女兒 第三代 他昨天跟我說 他說你看看 我現在這個嘉義很有名 你看他給我看手機 他就是Netflix 給他辦宣傳 台灣只有一間 他用Netflix整個採訪 他再去三點外去買魚頭 去買什麼孫子 所以說這幾個用高科技 來做林聰明的女兒 他跟我說 他現在要做中央廚房 他說我現在開始 大家要外帶 外帶先造能源物流 所以我現在突然來的 客人一聲利很好 人家客人要外帶來觀光 不管哪裡觀光 要帶回到日本去 帶回到東南亞去 帶回到大陸去 我怎麼保存 這個食品安全檢驗 還有嘉義大學 嘉義大學有這個食品檢驗科 他們現在其實庶民經濟 跟現在的 其實都跟知識經濟 都在做結合 他 為什麼我後來我跟在嘉義 我跟著跟他們演講 中小企業演講 我說你們應該去跟他去學 所以我說我來當中華民國總統 我認為說所有的傳統的這個 就是他 舉他這個例子 我到婚禮去 那個 到那個霹靂 掌中戲 那個樹環箏跟一葉書 他那個聲音是一個人配的 我問他 我說你哪怕別人 我打 他打不出來 我說我用AI 幫你配升 第二天我的人就興趣了 OK 但現在我不是講我的人 現在中華民國整個要發展 就講掌中戲 所以他現在用 他用3D做各種造型 對 然後用8K全世界播放 他玩遊戲 讓他中間可以收遊戲的財 他現在股票 這個股票很市值很低 我去發洩到以後 我說要不是我當中華民國總統 不再賺錢以後 我替他們老百姓賺錢 我去看了那個醬油 C螺醬油 塞肉醬油 從小漲大 車大 純粹的傳統製造 我們也叫他說 用工業負責的概念 用AI來做醬油 超過龜甲腕 所以說我們的經濟是 一定是庶民經濟 經濟就沒有高科技 所以我這一次去 看到雲林也好 家也好 雲嘉然是台灣的糧倉 我有喊過雲林富 台灣富 現在加上嘉義 所以這些問題是 我認為說大家都認為是 高科技是只有 只有高高在上人才用 其實傳統的這個小吃店 他們今天大數據 他已經用大數據 你進去的時候一按的時候 他臉管一出來 有一個人 昨天座談會有一個人說 真是鹹 我說他就沒用大數據 你拿大數據 我們員工餐廳裡面吃飯 一進來這根 這根重鹹 這樣沈大老是重鹹的 就給他多放一點 沈大老你是吃重鹹的嗎 有的有的不是重鹹的 給他清淡一點 所以說這個東西 就是全部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跟老百姓 真正平常的數據都有關係的 所以我想把整個台灣 所有的這個傳統的這個 我們這個小吃的經濟 我全部要把它翻轉 好 來 既然講到庶民經濟 我們請導播秀一張照片 這是這兩天很熱的照片 什麼照片呢 金色水溝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金色水溝蓋 金色水溝蓋呢 這是在高雄 現在高雄有水溝蓋是這種的 你有沒有看過 金色的 什麼飛龍在天 還有韓國瑜的可愛Q版娃娃 為什麼高雄會出現金色水溝蓋呢 高雄人就這樣說 你從旁邊這樣說 因為我們現在高雄發大財 所以我們現在連水溝蓋都金色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 你的庶民經濟跟韓國瑜的庶民經濟 除了AI不同之外 老百姓還是關心 譬如我是炎腸爬 我是什麼雞丸爬 你怎麼樣幫助我 炎腸要賣比較多 沒有韓國瑜來 我就行李比較好 你敢有發股 比韓國瑜 讓我行李更好 當然 就是說 我有發股 從你的延長做得好 買一本去 買台幣 用網購 我有去PC Home 他跟他說 他現在搭這個平台 我如果當中華民國總統 我一定跟美國 美國的這個誰 亞馬遜 北斗 我跟他講 台灣跟你做一個平台 所以台灣中小企業產品 在上面一個平台 就走到美國去 我到大陸商去 當然我跟他講 你要選擇阿里平台也可以 你不要選擇阿里平台 我是希望PC Home 我希望把它引到大陸去 我們另外造一個平台 因為不要忘了 大陸的市場我也講過 要大大的開放 它BAT過去過分的保護 他們現在要開放給所有 它汽車產業都開放了 它的網路也要開放 因為他們覺得說不接地氣 什麼不接地氣 說他們講亞馬遜不接地氣 就剩兩家 一家阿里一個京東 但現在很多都是買台灣好的商品 我覺得我們在這裡 可以跟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 可以建立一個網路平台 我跟PG Home 詹洪志也在聊天 我到中國大陸去 所有的網站在那裡去 就可以把所有的香腸賣過去 就不一定說來 只有現場吃一條 兩條 你待不走 這裡會牽涉到能電物流 牽涉到供應鏈 牽涉到所有的 你的肉 你所有家裡如果吃 你怎麼會檢疫 所以這所有東西 其實是都用工業互聯網的觀念 都可以解決 這個 我現在這樣 因為郭董是一個企業界 成功的企業家來參選總統 這是世界上的第二例 因為成功 要像你 你像川普那麼成功的話 你們都規模相當 而且郭董的財富 大概也超過成功 比川普多 比川普 超過川普很多 所以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照講應該是屬於比較 要安逸的生活 比較保守 那問題是 比郭董年紀也68歲了 也應該是要到退休年齡 居然仍然有那麼大量的 這種冒險的精神 還繼續要來選總統 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事情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來講 就是很多人會不解 到底是 到底為什麼你要選總統 最近你的論述裡面 你有提到一些事情 但我現在舉一個務實的事情 就是過去十年來 全世界都發 有一股很強烈的 所謂的民粹政治風 這個民粹政治風 你看到川普出現了 包括菲律賓的都特地 還有其他一些歐洲的 一些意大利的現在一些領袖 都是非常狂熱分子 這些人他們本身 不需要有什麼內容 只要非常會有口號 然後用仇恨的動員 用激情的方式去刺激人民 在台灣今年 如果你要參加選舉的話 那些民粹政治家也會出現 比如說我們現在 你在初選碰到的韓國瑜 這個什麼飛龍在天 就是典型的民粹 我的看法 這個碰到民粹的政治 動員的情況之下 你是一個企業界 企業界是理性的 是講科學的 是講務實的 那這種群眾的語言 你剛剛講的接地氣 接地氣還有群眾語言跟煽情 這又是另外兩回事 所以我想的問題就是說 當你面臨到這種 民粹政治的挑戰的時候 你在初選 你有可能會碰到韓國瑜 你在大選 你可能會碰到柯文哲 這兩個都是民粹政治家 那你要怎麼樣 你有什麼樣的方法 來說服你的民眾 來投下你這一票 或是說你有什麼樣子比較 更強而有力的這個 所謂的勝利方程式 你的勝利方程式是什麼 能夠告訴大家 我到這個雲林去看那家做 傳統的紡織業的 做毛巾的 我今天我過去戴手帕 我現在開始戴他的毛巾 幫他做一家廣告 全眠吸水的 一杯子就掉在地上 灑出來他馬上吸 我這兩天因為南部很熱 我都會拿著西岸非常有用 這個工廠一百年 六十年 他做的全眠 他只做內銷 那我跟他 為什麼他在 他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我今天在 我又不想做大量外銷 那這全眠的東西都很好 那我現在只要在嘉義 跟雲家人的地方在賣 我的產業有時候找不到工人 有時候生意好的時候人太多 我說這就是農業跟工業的協調 比如說在德國 我去德國幾十年前去投資 跟業家公司合作 那個德國為什麼有啤酒節 就是大家農業跟工業結合 就農忙的時候大家去農 所以每年夏天 大家農收的時候 有一個半月 六個禮拜 大家去收割 工廠是停工 然後一個半月以後再回來 我說你今天在嘉義 嘉義雲林跟台南彰化這幾個縣市 他們收割怎麼樣 他們每個縣市去幫忙去收割 從營熱的地方一直收到冷的地方 所以說他們都在彼此在幫助 所以我認為說我要講的就是說 庶民 就是說今天來講的話 有一些工業不是要外銷的 是應該做 這個跟你的勝利方程是無關 我們現在要面對兩個 又像韓國瑜搞飛龍在天對不對 然後柯文哲他的成就 只是負責罵政府 柯文哲 這個是你的學弟 他只是批評民進黨政府 就變成高民調 這兩個東西怎麼解決 這是未來你將來要面對他的問題 在郭董回答之前 不然我們就要來先看一段 蘇貞昌怎麼談韓國瑜 我們來看一下蘇貞昌說 到底是不是800萬你都搞不清楚 連布單在哪裡都不知道 你要怎麼選 捷運的黃線也通過規劃 也要補助800億 可以搞不清 不單是在哪裡 也可以搞不清 瑞士是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等 但不應該搞不清楚 中央大力補助高雄的狀況 我覺得我們現在中央 對高雄市政府 我的感覺並不是非常地友善 我們舉林園捷運也是一樣 捷運到林園 選舉之前蔡英文總統到了林園 包括我們陳信曼副院長 都說捷運到林園 選完了我選到市長 我說拜託給我們一點規劃費 這幾百億大概要170億到200億之間 給我們800萬規劃費 我們開始的規劃 800萬也不給 好 剛剛梓佳說 他要問的是你的勝利方程式 他說面對韓國瑜 他只會發大財 發大財 發大財 不要說他只會 他只要講發大財 發大財 發大財 人家他就有票啊 即便他不知道不單在哪裡 不知道瑞士是不是聯合國 他搞不清楚800萬還是800億 他還是有那一群死忠的韓粉啊 那你怎麼跟他拼 我就儘快的時間到每個地方去 所以中小企業大家來做給他們看 我是一個不是說用嘴巴講的 我去實做的 我現在跑得不夠 但是我這次跑了在嘉義 在雲林 在這個台東到花蓮 到有一部分台中賣水果 他們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最近民調開始有些上來 跟我這些行動都有關係 他們都會感染的 他們認為我回答的問題是實在的 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我是從 我就只有從實作來秀 那希望大家 希望這些人能夠開始擴散 把我的理念 那我現在還有一些理念就是說 怎麼針對台灣各縣市 不同的地方的產業政策 做一個結構性的轉變 這是我的想法 好來 維翰 維翰先來談一下那個飛航骨頭 因為確實有那群人 對 因為剛我在聽郭董講 郭董對台灣這個土地應該很熱愛 所以才會下鄉到處去看 毛巾還可以拿出來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郭董的勝利方針之一 不過我是政治記者 我長期也是跑總統府 過去當總統界人會會長 以後要當總統的話 你要過選票這一關 所以我是比較會算票的政治評論員 我跟郭董報告幾件事 四年前的那個朱立倫選總統那一次 國民黨只拿到381萬票 那蔡英文總統拿到689萬 所以民進黨是贏國民黨308萬票 那這一次2018年11月24號 國民黨贏15個縣市的時候 那民進黨只拿到了489萬票 國民黨拿611 所以來回差了430萬票 那這430萬票當中有很多人講說 是因為韓粉崛起以後 熱情被拱起來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到處飛揚 大三三造勢大會 鳳山障礙 夢時代等等 所以有很多人是狂熱的支持者 我相信郭董 你在下鄉的時候 應該你會遇到一些說 支持很支持韓國瑜的 那當然他也是國民黨 但是如果國民黨最後提名人是您 而不是韓國瑜的話 他們說非韓不投 就直接要把票跑掉了 那這些人你覺得有多少 我看到有人講說 可能八成韓粉會投給你 有人覺得兩成 你自己覺得有多少的韓粉 最後如果提名的是 郭台銘不是韓國瑜 會把票投給郭台銘 然後那一些不投給你的人 你要用什麼方法 讓他們把票投給你 第一個問題 我認為我下鄉這幾天 一個十幾天來 但我還要繼續跑下去 對 我認為說 我認為這個如果說我跟韓市長出現 在兩個在民調之下 我認為他的選民 我認為九成會轉移到我這邊來 九成的韓分 你覺得會轉移 因為他們現在不過是有一些就是 他們有一些是氣氛在這個 年金 勞保這些東西 我想我有一些論述也出來了 我想這裡面就年輕很多是這個 很多是警察異銷 我是警察子弟 我很關心這個 我從小家裡面 這個六個人住四平大的房子 我吃完飯也要把這個 我們串座要摺起來變床 我們是行軍 我住了十幾年的行軍 六個人住四平大房子 對啊 後來長大又 你們那時候真的是住在慈惠宮嗎 對 你後面 就慈惠宮裡面 財位 所以現在改正財位就那麼大 可是那個時候慈惠宮是不是廟 是廟 怎麼會住到廟裡面去呢 我真的那麼好險 後面一個主持人住一間 中間主持住一間 那一間是 過去是放倉庫 他那個時候 你是把他租住還是 不是 租 你們跟他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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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是辦救濟 算比較便宜的錢租給我們 郭董 你剛剛講這個 因為這就是你年輕的 打鬥的奮鬥史 其實我對你年輕的這個經驗也非常有興趣 可是我要追問一下 我剛剛講的 因為你說九成韓粉會投給你 你有信心嗎 可是我要提醒郭董 就是您的軍公教的背景 軍公教的票我相信應該有 可是現在韓國瑜的韓粉 不是只有軍公教 他有那些什麼 文三八 牆牆棍 農漁工 可能就是比較辛苦的 這些農民與民 他們是過去比較不投國民黨的 現在他投給韓國瑜 那這些就是我所謂的 可能很難轉移到國民黨的參選人身上的 這些你又沒有辦法 讓他們對你也有熱情 我到雲林 到嘉義 到台中鄉下 我感覺到他們是 沒有這種說 誰能夠幫他們 幫他們把經濟改好 誰能夠讓他們 能夠真正實實在在賺錢 不是說 我不能說攤販是經濟不對 我說今天做一個農民 今天是農民今天大家 他是買賣業 他忘了製造業 那個 我們那個山豬琵琶的那個 他們非常的辛苦 他們今天講說 我住到大教學真的講說 供兩個大學生去念書 非常的辛苦 因為是因為我有鴻海獎學金的關係 才認識他 我要吃琵琶 他好多年的琵琶都沒有收成 那我跟他講說 我們一起合作 開發日本式的品種 開發是在我把這個 把天氣的數據給他 叫他開發水廠怎麼 他們今天 他兩個小孩都在有一位 所以他們非常的興奮 能夠用這個東西改善 因為我是從根的解決問題 從石座 我不是說今天 你多賣一台 多賣兩台 我是從整個供應鏈來看問題 他們真的有感受到 這些農民們 不管是在台中的 這個嘉義的雲林的農民們 我剛才講 他們完全感覺到 這個是從根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些人 我這次在嘉義 我剛剛已經 我在想簡單 嘉義有很多的 其實嘉義本身 除了我去看民主勝地以外 嘉義本身是比較無黨無派的居多 現在是嘉義縣 本來是綠的居多 我去看了以後 到他廟裡面去 到他幾個 那真的是非常顏色 非常這個深綠的 他們有跟我講一句話了 他們說你是在這兩天嘉義 最轟動的一個話題 很多人都在談 我是聽到一句話了 我去做看看 聽說你吃雞肉飯兩分鐘 你就吃一碗了 吃一碗 因為 因為每一個店都要有進去 那我進去把店就把客人 不好意思 達到門口也不能不戳 他說不吃 吃我才可以牽制 如果我不吃就牽制 那人家雞肉好不好吃 我吃到好吃我就給他牽制 所以一路上吃好多雞肉飯 兩分鐘吃一碗 雞肉飯當然 它是火雞 我說每天過感恩節 所以我認為說 今天跟他們互動以後 這個包肉掌 他說你還可以包 我說我們歲了的時候 就是包肉 對 跟媽媽都到三天了 包 因為那個包肉 它是這夾的 這樣整整群的 我們只要一個包 不一樣 所以我那個包肉 我們跟他盜三天一樣 不然我 我肉掌 我貴人家跟我包肉掌 真的 嘛 不知道 當 mobile 我們楼子 根拳 撻 好 說 想 擁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